你还记得这个吗 当年我们两个被埋在废墟里 是你给我这颗糖 也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 这个 我是真的不记得了 原来你这么宝贝她 她是因为我 我之前还因为这个跟你发过脾气 是啊 我反复确认你的身份 但每一次都给我好大的打击 我当时心都已经碎得千疮百苦了 对不起 如果我知道这些 我一定早就承认我是真圆圆了 不会让你一个人背负这些 对不起 现在我有了你 我的味觉也逐渐恢复了 我对恢复我爸的人间四位更有信心 你知道吗 你 还有人间四位 还有这间餐馆 是我此生所有温暖的来源 所以我一定会重现这一切 所以 你距离恢复人间四位的味觉 还差一个酸味 那我要早日帮你达成心愿 我来 小人总 阮东生你想干嘛 吴董事长 我今天来是想跟你正式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朋友 她叫甄圆圆 是吧 你是不是疯了 我没有疯 吴董事长 不管这个女孩是胖是瘦 有没有病是否健康 我都爱她 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干预 十年前我们早就在一起了 你在胡说什么 怎么回事 阮东生的女朋友不是超模一晚吗 对呀 怎么忽然变成个女胖子 你看她的手好打呀 别那么说 要不是你 我也不至于苦苦找了她这么多年 你好好看着她 难道你没有认出来吗 你 这些好基本的 És 什么 女朋友 我和我拍摄 你不是说她得的是怪病吗 那你知道这个怪病是怎么得的吗 就是因为你当年对她的羞辱 害得她不敢面对自己 只能拼命减肥 她现在所有的痛苦都是你造成的 阮东生你不要再说了 我们走吧 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 也告诉她 当年不是她一厢情愿地暗恋我 而是我早就喜欢上她 只是因为当时我精神抑郁 加上疾病缠身 心里自卑 所以迟迟没有向她表白 所以从头到尾 都是我配不上她 不是她配不上我 你 你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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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董事长 没事吧 我没事 没事 容东生 董事长 董事长 谢谢你 我只是想要告诉你 也想告诉所有的人 我不是完美的 我也不是别人口中所谓的天之交子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我也会在喜欢的女孩面前胆怯 自卑 数手无策 在你眼前的我 也只是单纯地渴望 跟自己深爱的女孩 永远在一起 我不值得你这样 值不值得 只有我说了算 与你一起来 小学生 不值得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玉玉 玉玉 你变回来了 我 我 怎么会 变回来了 我终于把忍了二十多年的秘密说出来 其实他以前不是这样的 虽然那时候不怎么富裕 可是穷 也穷得很开心 直到他开了梧桐酒店 我就再也没有在家里听过他的笑声 只有吵架的怒吼 还有他劝我爸放弃梦想 去帮他事业的生意 直到我爸走了 他变本加厉 在他的心中只有金钱才是最重要的 我爸生前的事业对他来说 根本就什么都不是 对我 包括对你 这件事我忍了这么多年 我终于不用再逼自己 把他压在自己的心里 但我却一点也不觉得轻松 但我却一点也不觉得轻松 你也不觉得轻松 你答应我 以后不要再这么折磨自己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会一直陪着你 那你也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我什么都答应你 永远都不要再离开我 永远都不要再离开我 我发誓 真远远永远都不会离开阮东生 永远都不会离开阮东生 不可以后悔 你要是不放心的话 我们签一个终身合约 合约